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要求后面的拖挂越轻越好 具体前后之间的比例要看具体的车型 但是我个人认为承载车车人牵引拖挂房车 最好重量不要超过1.3吨 这个仅代表我的个人意见 那么第二呢 我们说一下 什么样的车可以在法律上被允许牵引拖挂房车 目前法律规定是小型客车可以牵引宗志州旅居拖挂车 和700千个以下挂车 那么拖挂房车上路合法吗 拖挂房车是可以上高速的 目前按照二行车收费 但大部分车友都是通过前车的ETC过收费站 享受的是一行车的待遇 那么第三一点 拖挂房车用什么样的驾驶本开 目前没有做特别的规定 所以大家还是用C本开小型客车 然后用小型客车牵引拖挂房车 未来不排除有退出其他驾驶本要求的可能性 比如说最近传的C6 据说C6的征求意见稿也没有过审 那么拖挂房车究竟是国产的好还是进口的好 从目前来比较来看 进口的肯定要好一点 因为它的工艺更成熟 做的更轻 但是我们国产拖挂房车 这四年之内进步的也是非常的深处的 我们再说一下拖挂房车驾驶起来难不难 跟单独开车比较 拖挂房车驾驶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 倒车的时候 但是呢 现在也都有一些解决的方案 比如说拖挂房车转弯 时间长了你会有车感 比如说拖挂房车倒车 现在有一个拖挂房车的配件要移步器 我这次环布海之行 移步器用的四十很多 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 有了移步器之后 拖挂房车的倒车和停车入位 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最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点 拖挂房车和自行驶房车比较起来 它的优势在于哪里 第一就是它的空间大 第二它入手的成本低 第三拖挂房车不需要每年做保养 第四拖挂房车行驶到目的地之后 前车可以自由的活动 那么拖挂房车和自行驶房车比较 它就没有缺点了吗 有缺点 我们刚刚提到的驾驶难度 同时呢 拖挂房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里面不能做人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误会的一点 以上呢 就是我想到的 关于拖挂房车的一些知识点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问的 传播知识类的房车自媒体 难免挂一落万 个人的观点是受局限的 您有其他的想问的 特别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我一定给您回复 感谢您收看老万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